近年来,韩国以总汉生育率0.81的数据,刷新了世界最低生育率记录 要知道,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的总汉生育率也超过了1.0 听到这一消息的韩国网友纷纷在新闻报道下发表瑞评 有的人把韩国人口现状比作一款服务器即将结束的游戏 有的老哥说,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一辈子给富人打工 关心国家政治的网友,则认为韩国的财阀和政客在不断向海外转移资产 国家没有未来 在评论区里,点赞最多的评论是吐槽韩国疯狂的房价的 他们认为房价是和生育率直接挂钩的 随着生育率的萎缩,韩国学龄人口大幅减少 2020年,韩国高考人数为493,433人 自1994年以来,首次跌破50万人 高考报名的人数还没有大学招生的人数多 再往上数,从1982年到现在 韩国更是有近3600所学校应缺乏生员而关闭 人口凋敝的深渊,既在数据之中呈现 也在杂草丛生的韩国校园内疯狂膨胀,死水校园 韩国校园的废弃,首先是从托儿所开始的 由于幼儿园适临儿童人数持续减少 从2019到2021年,韩国关闭的托儿所多达4000家 在幼儿园废弃后,接下来废弃的是村镇小学 位于首尔以东110英里的Nogok镇小学 2016年时,只剩下12岁的郑郑珠一名学生 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喜欢跟他的老师李承军打乒乓球 扔直飞机 郑郑珠每天享受一对一教育 考试永远排第一,连竞争对手都没有 自我感觉很爽,整个学校都属于我一个人,太爽了 但他的老师李承军十分难受 他说自己1990年还是这里的学生时 操场上有300多个孩子在打闹 操场上的杂草都没有时间生长 而现在,角落里的杂草都快比175的他高了 而等到郑珍珠小学毕业 这所成立于1930年的Nogok镇小学就正式关闭了 叫学楼正前方,那一块写着梦想走向未来 走向世界的纪念碑 也将被拆除,送往垃圾厂切割成二次利用的石料 而成立于1952年的安平中学,情况稍好 七名学生配了九个老师 这七名学生中,两个上初一,三个上初二,两个上初三 安平中学在设计之初,是按照安置120名学生的规模建设的 由于现在只剩下七名学生,所以空置了十几间教室 学生把空置教室改造成台球室 影音室,乒乓球室 甚至把操场改造成高尔夫球练习场 学生们在影音室最爱看的电影是上映于2008年的动作片 巨峰营救 这些学校在关闭后,要么被改造,要么沦为废墟 1940年开办的永和小学在倒闭后,被改成了流浪猫繁育所 当地政府计划用教室来收容和管理流浪猫 在治疗后将它们出售 位于韩国南海市的城南小学,被改造成了极限美术馆 一进门就能看见由藤条编织的艺术作品出力者 位于几州岛的废弃学校,画满了诡异的涂鸦 成了探险博主的圣地 而最近两年,随着韩国人口进入负增长 除偏远地区之外,大城市的学校也撑不下去了 位于首尔市的道峰高中 近日宣布,今年只招到45名学生 声援严重不足,学校将在两年内关闭 人口结构的崩塌,影响的也不只是新生代的力量 与声援微缩相对的,是老年人的比例 再次达到韩国人口历史最高水平 养老院国家,我们很早之前就一直在谈论老龄化问题 但显有人知真正的老龄化数据在社会现实中的表现 韩国是一个非常写实的样本 可以说,现在的韩国就是一个养老院国家 2021年,韩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5.7% 位于首尔北部的塔古公园 白天跟养老院一样 大群老年人聚集在这里下围棋,聊天,公园的色调会暗一片 一个年轻人都不见 在韩国安平,去地里干活的,在街上买菜的,都是老年人 在Nogok镇,52岁的郑一珍是当地最年轻的已婚男子 55岁的农民白桂炫说 这里只剩下年老的,没用的人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女人 我们会停下来盯着看 好像,她们是濒临灭绝的物种一样 韩国老年人口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是独居老年人的数量明显增加 据韩国当局统计 2022年,韩国65岁以上的单身家庭有182.4万户 金英子89岁的祖母 已经在首尔市的中浪区独居了13年 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赚的钱自己养家糊口都十分费力 根本无力资助母亲 老人只能自寻出路 靠减破烂维持生计 作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 她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的唯一的帮助 就是每月送来的20千克大米 米饭的问题解决了 但菜还没折落 市场里昂贵的菜老人自然是买不起的 所以她每年都会腌酸菜用一座餐 因为常年累月在冷水里腌菜 老人得了严重的风湿病 骨节肿得比鸽子蛋还大 这些独居老人 如果在家里死了 往往数天甚至数月都没人发现 这种现象被韩国民众称为孤独死 2021年8月 首尔的江西区 一位80多岁的老年人 在去世两个月后才被发现 肉都快烂煤了 在她的门外有一包社区发放的生鸡汤 上面写着喝下生鸡汤 身体强壮又健康 2022年1月18日 在首尔金川区 一位独居老人在死亡十天后被邻居发现 他家门口摆放着区政府留下的一份留食 2022年3月23日 在首尔江东区 独居的70多岁老人崔成直被发现已死亡 他唯一的遗产是电饭锅里的剩饭 据韩国时报报道 进入新冠疫情第三个年头 大家都筋疲力尽 但最孤立的阶层是老人 尤其是独居老人 因为隔离 一部分老人得了抑郁症 另一部分则彻底与世隔绝 超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纠缠在一起 瞬息着韩国现有劳动力的血汗 现存的劳动力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养老金 工作以及毫无希望的明天 他们唯一能发泄的地方 就是报道 韩国低生育率的新闻评论区 他们在这里无力地呼喊 像是将死之人最后的癫狂 步入癫狂 轻壮劳动力 针对目前韩国超低生育率的情况 给出了自己认为的三点成因 首先是疯狂的房价 目前 首尔的平均房价 已经超过14万元每平米 而韩国的中文数年收入为15万元人民币 想买一套90平方米的住宅 一个人需要不吃不喝 攒84年 在韩国40到64岁的中年人中 10个人中有6个没有房产 有绝望的老哥评论道 我努力一辈子 连厕所都买不起 更别提房子了 让LH的人和国会议员生1000个吧 LH指的是韩国土地住宅公社 总资产约185万亿韩元 是韩国最大的国土 房地产开发企业 2021年 韩国土地住宅公社 多名员工 利用内幕消息炒房牟利 被民众知道后 怒不可 进一步加剧了韩国房地产的低迷 除了房地产 网友认为高昂的育儿费用 他们也无力承担 与出生率低迷相反的是 韩国的育儿产品市场 正迎来爆炸性的发展 目前 韩国的育儿产品市场估价为 1.7万亿韩元 韩国的育儿产品 价格十分昂贵 一台进口的婴儿车 能卖到1500美元 一个婴儿座的板凳 也能卖到370美元 韩国的另一个诡异现象是 买尿布和奶粉的人群 以50多岁的人为主 其次是60多岁的老年人 有的育儿产品商家 为了吸引老年人购买 还发明了大字体奶瓶 等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 养育成本会大幅增加 韩国年轻人更负担不起 在韩国 抚养一个孩子到22岁的平均费用 约为158万元人民币 整个韩国的育儿体系 又费钱又费精力 让年轻人较苦不迭 第三点是韩国的女性工薪阶层 一生孩子基本等于自动离职 2021年 韩国金海的一名护士 在怀孕后被医院单方面解雇了 据韩国时报报道 在韩国 每10名有6岁以下子女的女性中 就有4名不得不辞职 女性被迫离开劳动力市场 去照顾孩子的比例 也一直在上升 从2009年的24.6% 上升到2012年的25.2% 和2015年的32.3% 除了以上三点原因 还有更多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 韩国政府把劳动人民当作消耗品 劳动人民不受尊重 有人认为 男女对立严重 就业不稳定 自己只想搞钱 不想生孩子 长期浸泡在这种文化氛围里的韩国年轻人 不愿意生孩子 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选择 反而没什么值得惊讶的 以往我们提到韩国的低生育率 是抽象而遥远的 而当抽象的数据侵蚀现实 往往比书本上的描述更生猛强烈 死水一样的校园 养老院一样的公园 癌症一样蔓延的低生育率 像寄生在韩国身上的藤蔓 寄缠绕在韩国民众的脖子上 也深深乐尽国家的命运之中 而低生育率的魔咒 在人类历史上 除了极少数疯狂的政客 在短期内 强行用行政手段扭转 还没人能打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